因为这剩两道菜是灰菜的代表 它是特殊范围的了 想吃 一个地方的地方 我还挺喜欢吃 觉得还不错这个味道 比较苦厚 多靠一起了 多靠一起了 真正的抽位于要去 宛南黄山那边去吃 我还没有吃过 特别是正宗的 今天我们要去吃的这家 算是在河肥上必吃榜的一家 专门吃臭鲑鱼的地方 下面就跟两毛一起去看看吧 这样一家吃臭鲑鱼的地方 安徽黄山的意思 臭鲑鱼是什么呢 臭鲑鱼就是我们家的鲑鱼 鲑鱼 鲑鱼就是很嫩 一触水就死 我们家还有臭鲑鱼 套餐 你这点臭 我已经闻到了 哈哈哈 这边是酒水 这个是套餐 这个水是干什么的 哦 干冰嘛 干冰 就是要这个效果 水慢金山 哦 它为什么要 就是好看呗 这个气氛 气氛 像在黄山那个山地盘一样 哈哈哈 这个颜色就有点 它这个是酱汁 本身鱼的味道是臭的 是吧 本身就是鱼的 本质就是吃的 还要把火给点上 就这样 我的地方一般不好保持这个 这个 它这个肉质就是像腌制的 不是那种很嫩的那种口感 这个肉质就是像腌制的 哈 不是那种很嫩的那种口感 是吗 口味稍微咸一点 咸鲜的 香香 我不觉得臭啊 因为我现在吃臭豆腐 所以我比较适应那个味道 有人觉得是臭 有的人就不觉得是臭 味道我还挺喜欢 这个是什么菜啊 毛豆腐 毛豆腐啊 有点像臭豆腐啊 看着 你看我们这个臭鲑鱼的经典搭档 就一定像是这个毛豆腐 两个都是铲子安徽的 但它这个酱不知道是什么酱 看着就很诱人 大家尝一下 这个 对啊 有点烧鸭饭的味道 吃点肉 一口臭鲑鱼 一口豆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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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毛豆腐就卖二十八 那挺 跟那个臭豆腐不是一个档次 主食 主食 我们没有吃米饭点的 他们家的地锅馍 蘸的这个酱呢 就是这个毛豆腐的同化 这个辣酱 在山东那边他们也很喜欢吃豆腐蘸酱 蘸这个酱的味道还不太一样 那豆腐超脆的 好好吃 外面很焦黄 嗯 好啦 本期看见又到此结束啦 欢迎关注 银银银银银 好吧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银银银银银银 嗯